我是叶者员老师 欢迎大家观看由我录制的深入理解杰华虚拟机这套视频叫做 那么我们本节呢继续来了解这个在内容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动态连接啊 那么首先说这个动态连接 它是这个针对于这个静态连接来说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class这个字简法文件中 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长量词 那么在这个长量词中啊 我们知道它存在大量的这个符号引用对不对 当我们方法在执行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这个啊 这个方法执行的这个字简法指令后边跟的应该就是这个啊 方法所执行的这个符号引用作为这个参数对不对 那么当这个 这些这个参数呢 这些这个呃 就是说这个自家码这个后边所跟的这些这个符号引用 它一般会在我们说这个之前已经在了解这个内加载的过程中 已经这个了解了在内加载的阶段 或者在这个第一次引用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这个进行这个啊 转化为这种这个直接引用 就地址引用 那么我们称这种方式呢 叫做这个静态连接 但是呢 还有一些就是说特殊的 就在每一次运行期间啊 都会转化为这个直接引用 那么这部分呢 就是称之为动态连接 呃 那么我们说的是静态连接和动态连接 那么在这个战阵中呢 都包含一个指向运行时常量时钟 该战阵所属方法的引用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啊 在这个战阵中有这么一块结构 是它呢 是指向一个这个该战所属的方法的引用 那么有了这个引用呢 啊 就可以支持方法调用的 这个动态连接 调用过程的动态连接 呃 其实呢 这个 它就是我们说这个 这一块 这一这一这一部分内 这一块区域呢 它就是指向了这个 呃 该战阵所属的这个方法 所属的这个方法的引用 这就是所谓的动态连接 呃 关于这个 呃 这个 关于这个 动态连接和这个静态连接 我们到后边可能还会在 在方法这个调用的过程中 还会再给大家详细的讲啊 那么关于这个动态连接 我们知道在这个战阵中 有这么一块区域就可以了 有这么一块区域 它指向这个该战的这个 呃 所属的这个方法 那么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动态连接 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